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主题二 条件纪律跟类似定理 那在介绍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列连表 其实我们在前面讨论一些集合运算 或者说像古典纪律的一些性质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用文式图来表示这些集合的概念或者是运算 可是文式图的表示 有时候我们如果说集合或者是变数比较多的时候 通常这个文式图比较不好处理 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在画三个集合的时候 三个集合可能还好 如果你要画四个集合以上 恐怕这个在处理上面应该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因此呢我们介绍这个列连表 列连表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来呈现 比如说两个变数 甚至将来可能会有三个变数啦 四个变数 可能在我们统计分析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甚至它的一些设计呢 还可以透过电脑的一个设计 像我们ESEL大概就可以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就是用文式图跟用列连表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讲义上面呢提到一个这样的例子 它说假设有一个语文实验班 然后男生有16个人 那女生20个人 他全部的人数是36个人 然后呢他们选修日语课的人呢 总共有19个 然后男生有10个 女生有9个 好那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要用文式图来表示的话 好假设这个男生呢 这个集合我叫做A好了 然后呢选修日语课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嘛 一个是性别 就是男生女生 然后一个就是选修日语课 这算是另外一个变数 那我把这个男生呢 叫做集合A 修日语课的人呢 这个集合叫做B 好如果我是用文式图来表示的话 那这个跟我们前面介绍到的 一些集合的运算呢 其实差不多 好全部这个语集呢 是我们这个语文实验班 它总共有36个人 那这个集合A呢 代表的是男生 男生总共有16个 选修日语课的呢 叫做集合B 好这个是集合B 那男生里面选修日语课的有10个 我们就把它标示在这个地方 因为A交集B 就是男生而且选修日语课的 所以总共10个 那没有选修日语课的呢 当然就是6个 因为男生总共是16个人嘛 那女生里面选修日语课的 因为选修日语课的总共有19个人 所以男生已经有10个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9个人 OK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女生的人数 而且是选修日语课的 OK 这个是用文式图来表示 可是我们如果是用列连表来表示呢 好我们这个表格 大概就清楚的呈现 比如说选修日语课的 还有性别 那分别有一个所谓的统计栏 比如说合计 那比如说你看哦 选修日语课的男生有几个 按照这个题目的条件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列出这样的一个数据嘛 那男生总共是16个人 全部16个人 那所以他不选修日语课的 应该就是6个 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做出来 那选修日语课的呢 总共有19个 所以女生当然就是9个 那这边加起来当然就是19 好 那女生总共有20个人 所以他不修的应该就是11 那这边就是20 所以这个地方呢 17 就是不选修日语课的人 应该有17个人 所以你看总数应该就是36 我们从这个表格应该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来这个表格的分析 比如说选修啦 不选修啦 性别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列连表一个很大的功能 让我们比这个文式图呢 还要能够呈现出来说 这个题目他的一些分析的状况 这个是列连表的一个很大功能 OK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的定义 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要求B事件发生的几率 条件几率跟古典几率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那个古典几率 比如说这是一个样本空间 那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呢 有A跟B这两个事件 那我如果说要求A事件发生的几率 按照我们古典几率的定义 这个A事件发生的几率 他应该是NA除以什么 NS 他的分母应该是所谓的样本空间 样本空间的个数 可是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 你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很明显的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他的分母应该 就是这个地方吧 我只要考虑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然后B事件发生的几率 因此他的分母并不是样本空间 他只要考虑什么 A事件就好了 NA 然后呢 中间这一块因为是A事件发生 而且B事件也发生 所以他的分母就是A交集 所以条件几率他的分母 因为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的分母不是样本空间全部 只要是A事件的个数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那当然如果说要从他的定义来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 他说PB given A 如果按照定义 他应该是在A事件发生的几率之下 B事件也发生 所以他是PA交集B 好这个是从定义来看 那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性质把它转换成古典几率的情况 好这个PA交集B 他就是NA交集B除以NS 然后呢这个PA呢 他是NA除以NS 好如果你把这个NS约掉 其实我们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跟我们前面从图形上来看 他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从定义来看 或者是从图形上来看 他的定义 其实他的分母都不是样本空间全部 他只有A的个数 因为他问的是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 OK 好那这个条件几率定义出来之后呢 我们条件几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叫做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我们这个PA交集B定义这样子 那我如果说要求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PA交集B我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PA乘上BB 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他是这样子 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他就等于A事件发生的几率乘上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好这个叫做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一些几率运算的时候 为什么他是用乘的过程 因为为什么他是用乘法 他其实他是条件几率的一个乘法原理 OK好这个是条件几率的定义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定义所谓的独立事件 如果A跟B这两个事件呢 我们说不相关 不相关不是互次哦 我们前面有提到所谓的互次事件 那互次事件呢 是PA交集B是空集合 就是零了 PA交集B是零 就是A交集B是空集合 但是我们独立事件 我们这样定义 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呢 如果刚好就是PA乘上PB 那这个我们就称A跟B叫做独立事件 A跟B是独立事件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来看独立事件的话 我们看后面这一项 什么叫做独立事件呢 如果说A跟B是独立的话 那么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如果刚好就是PB的话 那这个A跟B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独立事件 OK以上是我们条件几率跟独立事件的一个性质 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性质 叫做被视定理跟它的一些应用 要讲这个概念之前 其实同学可以看一下 黑板上面画的这三个图形 我们从五点几率 然后到条件几率 到现在的被视定理 它怎么来做一些区分 前面我们介绍五点几率的时候 大概就是求单一事件 比如说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 我要求A事件的几率 按照五点几率的定义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图形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条件几率呢 它的分母会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要求的是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所以它的分母呢 变成A事件的个数 它就不是样本空间全部了 所以这个叫做条件几率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图形 那第三个图形呢 如果说这个情况 再稍微复杂一点点 跟我们可能将来 在学统计的分析呢 会有一点点关联 如果说你是品管人员 比如说工厂它生产了很多产品 那生产的这些产品里面 当然可能有一些是优良品 可能有一些是不良品 那你在做品管的时候 你找到了这个不良品 它是由哪一个生产线所产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去追查 所以我们的贝式电影呢 有一点点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假设说呢 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呢 它有N个分割 比如说这个A1 A2 AN 它是分割 什么是分割呢 就是说它是互刺的 这些样本呢 比如说这些集合呢 它都是互刺的 这个叫做分割 因此呢 我们要讨论贝式电影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用竖形图来表示 因为就是一支一支的把它画出来 这样比较好区分 这样比较好区分 那要看贝式电影之前呢 我们来看两个性质 比如说好这个A1 A2 A3 点点点 这个是分割 那在这个分割里面呢 好比如说我要求这个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求这个B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它应该就是把这几块把它加起来 这一块然后加这一块再加这一块 好一直在推 把这些东西呢一个一个加起来 所以第一块呢 它是A1交集B 这没问题 第二块是A2交集B A3交集B到AN交集B 我把B事件要发生的几率呢 把这些分割它所占的部分 把它一个一个加起来 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它这个过程要用乘的 为什么它要用乘法 它其实就是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好比如说我要算这个P A1交集B 它应该是在这个A1发生的情况之下 因为A1它是一个分割嘛 比如说它是一个生产线 A1生产线 A2生产线 它是一个分割 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P A1乘上P B P A1 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乘上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这个就是P A1交集B 按照我们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好同理呢 这个是在A2发生的几率乘上 在A2发生的几率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然后一直在对 这边我把它省着亮 就是最后这一个 这个是我要算 在这些分割里面 我要算某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它的一些求法 那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符号 当然记着这些符号会很麻烦 可是我们用塑形符来表示的时候 同学应该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发现说 这个我要求B事件发生的几率 应该是很简单的 OK 好 那什么叫做被试定义呢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他说在这个B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要求某一个分割发生的几率 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这家工厂这家公司呢 他有很多生产线 那他生产的东西呢 可能有些是良品 有些是不良品 那他生产完之后 品管人员他在做品管的时候 他发现我找到了这个不良品 或者说抽样的时候找到不良品 这个不良品他是从哪一个生产线所找到的 或者说他生产出来的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去追查 那这个比例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回推 哪一家生产 就是哪一个生产线 他生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产生 比较不良品的 这个就是被试定义 好 所以这个PAI given B 如果按照我们的条件纪律来看的话 这个当然就是PB分之 PAI 然后交集D OK 比如说我今天要求 PAI given B 在D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它由A1这个分更所产生的几率 那它应该就是PB分之 PAI交集D OK 好 那这个性质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被试定义 OK 好 最后我们看两个名词的介绍 什么叫做主观几率 什么叫做客观几率 那事实上这两个大概就是一些名词概念而已 同学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讲义上面的一些文字上的介绍 那其实大概不明示意啦 主观跟客观 我想从我们中文上面的字译呢 主观大概就是凭一时的感觉 这个叫做主观 我可能我没有去调查 我也没有统计的数字 那比如说我看到阴天 那人家问我说 我看到阴天了 然后说你觉得会不会下雨 我说会哦 可能会下雨 这个下雨的几率可能0.8 这个就叫做主观几率 我可能没有调查 也没有资料 也没有去统计 然后就凭自己的感觉 讲出来的一个数字 这个就叫做主观几率 OK 好 那什么是客观几率呢 其实它大概是经过多次的统计 它是一个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 像大联盟的选手 那它可能在大联盟里面打球打了很多年 那它的打几率 可能比如说 它有队直球的打几率 曲球滑球的打几率 那这些呢 它大概都有一些统计的数字 那像这些几率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客观几率 OK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办例 它说 额头指两个公正的骰子 然后在点数和是8的条件之下 两个骰子的点数呢 都不相同 点数都不相同 好 那我们如果说要把这种情境呢 用符号来表示的话 我假设点数和是8 这个事件呢 我叫做A事件 然后呢 点数都不相同的事件呢 叫做B事件 那按照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 它说 在点数和是8的条件之下 两个骰子的点数和都不相同的几率 那我们就用这个符号 PB A 来表示它 在点数和是8的情况之下 两个点数都不相同 好 那如果按照定义呢 这个应该就是 PA分之 PA交集B 或者 我们把它写成 MA分之 MA交集B 直接算它的个数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这两个点数 好 第一次的点数叫做A 第二次的点数叫做B 那两个加起来要等于8嘛 点数和等于8嘛 所以 像这样的情况 没有17这个点数 所以 比如说 2 6 3 5 4 4 然后呢 5 3 6 2 好 大家有五种情形 所以 NA呢 应该就是5 因为这个是A事件 OK 然后点数都不相同 这一个呢 应该是点数相同吧 如果点数都不相同的话 应该是这四个 好 所以按照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 这个题目呢 答案应该就是五分之四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个条件几率跟独立事件的一个综合应用 嗯 题目他说 假设某人呢 要把笔电 然后接上传输线之后呢 要把它投影到所谓的投影机 那如果说传输线跟投影机呢 其中有一个坏掉 或者是两者都坏掉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正常投影 然后呢 传输线故障的几率呢 是0.1 投影机故障的几率是0.05 好 题目他要求 连接之后呢 无法正常投影的情况之下 然后传输线没有故障 好 假设我把无法正常投影的事件 叫做A事件 然后传输线没有故障的事件 叫做B事件的话 那我们要求的应该就是PB A 在无法正常投影的情况之下 传输线没有故障的几率 好 这个就是条件几率 那按照我们的定义呢 它应该就是PA分之PA交几D 好 所以只要我把这两个求出来 应该就可以求出 我们所要求的这个答案 好 那题目给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把它用文字组来看一下 它说 传输线故障的几率呢 是0.1 然后投影机故障的几率呢 是0.05 当然有可能它是两者都会故障 所以我们如果说看这个A的话 PA PA是 题目它讲说 如果其中有一个故障 或者两者都故障 所以 这个PA呢 它应该是0.1 可能其中一个故障 那以这个图形来讲的话 它当然包含这个中间的状况 中间这个状况 两者都是坏掉的 那 不过它题目有给一个条件 它就说 这个传输线故障跟投影机故障的事件呢 它是互相独立的 故障与否是独立的 所以呢 如果是独立事件的话 那这个交集 应该就是把这两个几率相乘 比如说 PA交集 B就等于PA乘上PB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扣掉 0.1乘上0.05 传输线故障 传输线故障 跟投影机故障 与否是独立的 OK 好 那这个PA算出来呢 是0.145 0.145 好 分母算出来了 那我要求这个PA交集B PA交集B 是什么情况呢 它说 如果说按照我们一开始的假设 我们说A是无法正常投影 然后呢 B是传输线没有故障 那这个A交集B就是 它没有办法正常投影 但是传输线没有故障 那如果是传输线没有故障的话 那是什么故障 应该就是投影机故障 所以这个PA交集B 它应该就是投影机故障 好 所以投影机故障 好 投影机故障是0.05 可是这个投影机故障 中间这个地方 它是投影机故障 而且传输线故障 我要把那个传输线故障 的情况把它排除掉 所以要扣掉0.1乘上0.05 好 那我把这个算出来 0.05 扣掉0.005 所以这个是0.04 那我把这两个带进去 我就可以求出我们这个题目要求的答案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个条件几率的应用 这个性子叫做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 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说 先抽先赢 先抽先赢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办例 他说有一个百货公司呢 他中年庆 他推出一些促销活动 如果你消费满1万块 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这个抽奖活动呢 他总共有10个福袋 然后呢 中奖的福袋呢 有两个 那当然如果说以百货公司来讲 他的营业有那么大的话 他可能 这个活动他应该又是更大的 比如说他的福袋可能有那种大奖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抽奖活动 那他说排在第三位的顾客呢 他中奖的几率 假设说先抽先赢 那先抽先赢的话 那会不会说第一个中奖几率比较高 第二个中奖次高 第三个就不会中奖 应该不会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好 好 第一个人 因为可能有消费的顺序 那第一个人 比如说排在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 好 因为他都还没有就是他第一个 然后都还没有抽完 都还没有抽掉 所以十个福袋里面中奖的有两个 那换句话说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应该就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十分之二 好 所以他应该是五分之一 那以这个抽奖来讲的话 他抽完之后 他一定不会把这个福袋再放回去 所以应该是取后不放回的情况 他不会再放回去 他抽中了就抽中了 不管他有没有中奖 他就拿走了 所以 第二个中奖的几率呢 有可能第一个中奖 对不对 那第二个也有可能中奖 我们现在要算中奖的几率 所以 第二个中奖的几率呢 他应该是 好 假设第一个中奖的 第一个中奖是十分之二啊 那少了一个之后呢 这是第一个中 第二个中奖 第二个也中奖 他是不是剩下九分之一 这个也中奖 他按照顺序 好 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没有中奖 应该有可能 第一个没有中奖 应该就是十分之八 这个是没中 然后呢 他中奖的 就是九分之二 好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乘起来的话 应该分母就是九十 然后这边十六十八 如果把它除一除 应该还是多少 应该还是五分之一 所以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五分之一 第二个人中奖的几率呢 应该还是五分之一 这个叫公平原则 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性质 来考虑我第三个人中奖的几率呢 第三个人 因为题目要求排在第三位 第三人中奖的几率 应该还是多少 应该还是五分之一 那同学可以试看看列这个式子哦 因为你看哦 第三个人要抽奖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有中奖 第二个没有中奖 那第三个人才有可能中奖 或者说第一个没中 第二个中 第三个中 或者第一个第二个都没中 然后第三个中 然后第三个中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他中奖的几率 好同学可以试看看列这个式子 然后验算一下 看他是不是符合所谓的公平原则 答案都是五分之一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独立事件的一个办例 他说有两个刑警 甲跟乙 那他们在办案的时候呢 甲破案的几率呢是五分之四 乙破案的几率呢是三分之二 然后题目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他说这两个人破案的事件呢是独立事件 好 那按照我们独立事件的定义 甲跟乙破案的事件是独立事件的话 那么甲跟乙同时破案的几率应该就是用 甲破案的几率乘上乙破案的几率 好这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独立事件的一个定义 好不过这个题目呢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破案的事件是独立事件的话 那没有破案的事件会不会是独立事件 好我们要解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性质 那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稍微简单的 证明一下这个性质好了 比如说这个甲代表甲没有破案 甲没有破案跟乙破案 这两个事件它会不会是独立事件 如果它是独立事件的话 我要能够证明说 它应该就是 甲没有破案 乘上乙破案 这个是我要证明的 这个是我要证明的 我要证明它有没有成立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用一个文字图来看 这个是甲破案的事件 这个是乙破案的事件 那如果甲没有破案 乙破案呢 它应该是这一块 甲没有破案嘛 甲破案是这个地方 那甲没有破案它应该就是外面 那乙破案呢 乙破案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甲没有破案 而且乙破案 它应该就是这一块 那如果说按照文字图的话 你看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用PE扣掉 PE甲交集乙 好所以呢 这个是PE 减掉 甲跟乙它是独乙 所以它应该就是PE甲乘上PE 好我把它提出来 里面变成E减掉PE甲 我用全部破掉甲破案的那个几率 这个应该就是甲没有破案的几率 所以它应该就变成PE 乘上PE甲 OK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证明出来说 如果甲跟乙 他们破案的事件是独立事件的话 那任何一个人没有破案 他们的事件也是独立事件 好这个性质呢 同学在这个题目呢 我们会用到 那这个性质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住 前面的重点 我们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这个题目它说 今天甲乙两个人呢 来破这个案 然后呢 甲乙两个人在同时办案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人破案 如果说他只有一个人破案的话 那应该就是甲破案 或者是乙破案嘛 所以他应该是 批 甲连几乙 甲破案 或者乙没有破案 加上什么 甲没有破案 然后乙破案 甲跟乙只有一个人破案 只有一个人破案 所以他应该是甲破案的 然后乙没有破案 或者是甲没有破案 乙破案的 好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性质呢 比如说 甲破案呢 它是 因为这两个可以把它变成独立事件 所以他甲破案是五分之四 那乙破案呢 是三分之二 所以他没有破案 应该就是三分之一 然后加上 甲没有破案 甲破案是五分之四 所以没有破案是五分之一 然后乙破案呢 是三分之二 这样我们把它加起来 这个是十五分之六 所以他应该是五分之二 只有一个人破案的几率 应该就是五分之二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贝斯店里的一个应用 他说有一个品牌的手机呢 他由AB两家厂商来生产 那A厂商呢 生产百分之四十 B厂商生产百分之六十 然后呢 A厂商生产的手机里面呢 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的 电池正常使用超过一年的 有百分之九十 那不正常使用超过一年的 百分之十 那不正常的百分之二十五 好 那我们刚刚讲贝斯定理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用文式图来看嘛 那我们把那个A1 A2 An 当作分割 然后如果说你画图形的话 大概就要这样子把它切割 那我们讲说这些分割呢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数型图来做一些代替 因为当我用数型图把它分开的时候 我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 比较出来说 A跟B 它发生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这个是我们利用数型图 在解贝斯定理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OK 好 那这个题目它要求什么呢 它说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超过一年的情况之下 它是由A厂商所生产的几率是多少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条件几率的定义 或者是贝斯定理的概念的话 这个比如说好 这个是正常使用超过一年的几率 分支 这两个把它交集起来 就是A交集正常使用的几率 好 你要处理这个符号 当然就是条件几率的定义 好 那正常使用超过一年 我们从这个数型图呢 大概可以很清楚的得到 你可以正常使用 有可能它是由A厂商生产的 有可能它是B厂商生产的 因此呢 这个分母的部分 正常使用的 应该就是十分之四乘上十分之九 这个是正常使用的 那B厂商生产的呢 应该是十分之六乘上一百分之七十五 好 那由A厂商生产的 应该就是上面这个部分 所以它应该就是十分之四乘上十分之九 好 那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做一些化解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我们利用数型图 来处理A式定义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OK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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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